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OK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 女人生存第八期 这一期我们准备把这个完结了 这个系列播放量太少了 我们看一下 后面其实Boss不多了 只有这么一点点 首先是神庙的Boss 石巨人 石横横 这个Boss很垃圾的 就感觉石巨人在任何模组里面 都是一个比较垃圾的Boss 非常顺利的来到了这个石巨人这里 已经大傲平来了 我们直接开始打吧 石巨人应该没有什么加强吧 我发现它这个里面的AI改动 只有部分 就只有前期的一些Boss改了一点 可能没做完 这上期视频结尾的时候 没给大家说啊 就是我做了一套巫师套 这个是用那个 酷尾之魂加金金定加 神圣套装合成的一个召唤套装 然后它的套装效果是 攻击敌人会回血 回二十滴血 然后有五秒的冷却CD 也就是等于五秒回二十滴血 谈笑间石头人已经分头行动 但是我的血量好像也不太健康了 我感觉再被他打两下我就死了 好好好 这把炼狙稿是百分百掉落吧 应该是魔族改的百分百掉落 然后有这个炼狙稿的话 估计能挖洞深渊的那些东西了 宝藏袋开一下 然后石巨人掉的东西 对召唤石应该没有任何的帮助啊 这些掉落对我们都没有用啊 除了这个太阳石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用吧 然后来到这边刷怪塔这里 我想把松露虫给抓一下 把这里的蘑菇地形放一下 刷蘑菇地形的怪的话不需要有蘑菇环境 只需要有这个蘑菇的草皮就行了 开一下这个无限延伸啊 不然的话这个不好放 把蘑菇草皮上面的方块挖掉 或者是虚化都可以进行刷怪 我们就选择虚化吧 在刷怪塔挂机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这个召唤物放出来 不然的话很容易打到这个宝箱怪 我先把这个宝箱怪解决了 再上去抓松露虫 来吧让我看一下有多少个 21个 还可以 够了吧应该 21个应该能刷到一些好东西 朱砂翅膀我就不强求了 我只想要刷一个那个召唤武器 打朱砂我还是很有经验的啊 这个阶段最不好躲 稍微不注意就会暴毙 小心一点 小心 哦 nice 好 完美 能不能抱个翅膀 可惜了 是个朱砂链球 来我们再来一次 人有尸首猫有尸爪嘛 这样吧 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深渊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炼锯稿应该是可以挖动深渊的这些方块了 之前还在这个箱子里面找到金金钉了 我们下去看一下 应该是可以挖了吧 这个是什么框 玛瑙 它能做什么东西吗 它可以做这个深长钉 然后这个是深长矿 深长矿加玛瑙可以做深长钉 然后深长钉就可以做更多的装备是吧 可以的 这下面的矿石含量还是挺高的 然后看一下这些箱子里面 是不是跟之前的那些箱子差不多的 损坏的杖 这能做什么 魔法武器 魔法武器不看了 我们不做魔法武器 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哦 好像是一个遗迹一样的地方 这个箱子里面是一样的东西吗 还是说有新的东西呢 看一下 神渊碎片 这个东西能做什么 泰拉之光 泰拉星 泰拉星是什么 召唤伤害 哇 天顶杖吗 天顶召唤杖是吧 等会回去做一个看一下 这个装备可以让我鼠标发光 我已经用上了 然后这个下面除了有一个这个发光的装备和一个深渊核心之外 其他就没了 全是这些药水 然后 金金钉 太金钉 这些东西 哎 找到了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召唤boss一样的地方 这个墙还挖不动 这好像是一个月后的boss吧 我记得 叫什么 暗影墙 来做一下这个泰拉星吧 他要一个刃杖 刃杖我还没有 刃杖的话是打史莱姆女皇掉的 现阶段的装备打这个史莱姆女皇应该是乱打吧 其他的一些武器应该都可以直接做出来 来吧 天顶杖 泰拉星 他这个合成杯方就天顶杖一样的 不会真的就是天顶杖吧 哎 这是个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靠 这是肉山吗 哇 这个是 哎 这个召唤召 形状有点奇怪呀 我靠 一柱晴天 我靠 就是太细了 感觉太细了 就不太像那个肉山 肉山是那种又粗又长的 这个又细又长 我还是比较喜欢粗一点的 他这个做出来就是神话的 他是自带神话的 还是说我运气比较好呀 其他的武器我就不做了吧 大家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然后去看一下这些效果 还不是我懒得去做的 这些装备不是那些好看的时装吗 改成这个套装效果了 但是我一眼望去没有一个召唤套啊 怎么两套近战套啊 难道这个模组召唤师不受待见 打个日时 顺便看一下这个肉山 他能力怎么样 还可以吧 这个伤害还是可以的 伤害是比较舒服的 就是有点掉散 这个东西紧在我头上 有点掉散的 看一下这个模组里面的 太拉之刃改的怎么样 感觉还可以吧 然后这个boss要摧毁什么传送门 或者使用这个空间裂缝 我看到了 我看到是这个吧 意识的传送门 然后摧毁这个传送门 就可以召唤那个boss了 先试一下吧 看一下他的攻击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我试一下 看一下难不难打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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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这个 他发的这些弹幕在这个地方看都看不清 除了这个极光 哇 我都看不清他长什么样子 只看到了一张嘴 在这里 呃 张啊张啊张 哇他伤害好高 我靠完了完了完了 一百 两百的伤害 我靠 我把这个地方稍微改造一下吧 看一下 弄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空间出来 然后再插满活吧 再跟他打 他那个弹幕都看不清 除了那个极光 他有那个那种 发色一只黑色的弹幕 在这个环境下 完全是隐形的 好我已经把这边 水给他排空了 我看一下在这个样子的环境下 打他会不会简单一点点 哎这个样子我是看得清楚 他长什么样子了 但是他这个弹幕还是有点看不清 他这弹幕又小又黑 根本就看不清 哇有点难打呀 我靠又是 哇这个极光伤害太高了 哇 哎这次我全部给铺上白色的墙 这样的话他黑色的弹幕 就看得特别的清楚了 哎怎么样 这个弹幕一清二楚 其实不是这个黑色的弹幕伤害 主要是这个极光 极光伤害一百七一百八 顶不住 通上这个白色背景墙 之后我就稍微轻松一点了 感觉 感觉总是有些人问 为什么火把能插在水里面 这个是珊瑚火把珊瑚火把珊瑚火把呀 这个boss的攻击方式太单一了 就这几个攻击方式 而且他连二阶段都没有 你看 就会放极光 然后放小弹幕 放大弹幕 就一直这样子循环 这boss太呆了 他除了伤害高一点 他一无是处 打他的话 主要是要这个意识定 这个意识定只能是打这个boss掉 然后他可以做一些新的装备和武器 然后我发现他做的这些召唤杖 都是一些炮塔类型的召唤杖 这个军队的支援好像还可以 这个东西可以做的 不过他要这个枯萎之魂 这个枯萎之魂和我之前打的奥库瑞姆的枯萎之魂不同 他们是两个模组的东西 这两个模组里面都有这个枯萎之魂 好吧 我们来做一下机械大脑的召唤物 这个机械脊椎消耗品 可以召唤母脑 正好之前还在这里挖了一个大型的场地 我们直接就在这个地方打就行了 来看一下这个机械大脑长什么样子 不会长得像奥库瑞姆一样吧 哦哦哦怎么还会极光的 我靠不讲武的 怎么会极光的 这极光伤害才100多 但是看着就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主要是我这个空间高度不够 我躲不过去这个机械很难受 而且我感觉它好肉啊 我打不动它 它有多少血 完了完了 我还有一滴血 我还有一颗心 我要死了 没办法 我们只能把这个地牢 再给它炸开一点 嗯好了差不多吧就这样吧 然后这个地牢空间肯定不打这个boss了 它雪条上面有个蓝色的护盾 应该是这些小怪的血量吧 打完这些小怪应该就可以打它本体了 等一下我才发现我召唤物没召唤 对了我这个召唤物它这个本体是有伤害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去挺起它 空间大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和这个boss绕圈圈了 我发现所有boss都可以这样子打 对了 所有boss都可以这样子绕圈圈跟它打 它的蒲虫这个水量太高了吧 感觉一只都有几十万的血 打了半天 哎好了现在是第二阶段了 这第二阶段有什么特点吗 这第二阶段不会就是一个 血量比较厚一点的大脑吧 这个第二阶段有点拉垮啊 还不如第一阶段呢 连个极光都不会放 就是一个血量厚一点的大脑而已 太拉了太拉了 这个boss太拉了 哇给这么多东西 三个魂都给的 然后其他丛林钥匙 这个是地牢里面掉的东西啊 它会掉一些地牢的东西吗 应该是 不要啊 我有了 家里面有一本了 然后有一套开发者套装 它的掉落物确实挺丰厚的 全是这些地牢的东西 做一个军队的支援 它要这个酷伪之魂 这酷伪之魂我说了几遍了 反正那酷伪之魂不是上一次的那个酷伪之魂 那两个不同的模组里面的酷伪之魂 哇我感觉我打了半天 一点提升都没有 不行我再去迫害一下猪杀 我把那个猪杀的沙龙卷法杖给弄出来 注意看我这个右上角有一个进度条 这个进度条就是那个军队的支援的装备效果 等它满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技能 也不是技能吧 就是一个效果提升 可以在短时间内免疫百分之七十的伤害 然后提高三十的防御力好像是 好满了我给大家放一 好现在我就是免疫百分之七十的伤害 然后加三十的防御力 哎出了 这个暴风雨法杖 我不知道它改了没有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修改一下这个AI 如果改了AI的话应该就很强 看一下看一下 感觉好像是修改了吧 打个怪看一下 诶诶诶改了改了 它发射这个小鲨鱼会吐小泡泡 看没有 哇可以的 哇这伤害 这改的伤害可以啊 这个 这不比这个肉墙肉山好看多了 而且那肉山还掉散 可以啊这个伤害 早知道我提前来刷它了 真的是 早知道我提前刷它 我就不用受那么多苦了 哇这个伤害每秒四千多 哇直接秒了 二阶段都没出来 直接给秒了 二阶段都没出来 直接秒了 我是没想到的 太强了吧 烈刃台风 烈刃台风没出来过 看一下 哇这烈刃台风 哇这一次性发这么多吗 哦不对好像只有第一发能发这么多 然后 哦猪杀的装备好像还有一个海啸弓没出来 不知道海啸弓有没有改 我给它刷出来看一下吧 这武器有这么难出吗 哎 猪杀翅膀都刷出来了 那个海啸弓我还没有刷出来 是不是这个武器被删了呀 这没有 本来我是没有打算刷这个猪杀翅膀的 但是我为了刷一个海啸 然后结果把猪杀翅膀刷出来了 这合理吗 还是没有 是不是真的被删了呀 等一下 我拿一点宝藏袋出来 我不刷了 我就不信了 我这 我拿一点宝藏袋出来 我开还开不出来 拿五个 看能不能开出来 哎 除了 nice 行吧 这 开了五个才开出来 这这运气 没谁了吧 把这些摄影物挨个摆下来 所以这把弓箭有改吗 没有改 那我刷它干嘛 真的是 行吧 那么本期视频先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观看 哎 等一下 你不是说这一期完结了吗 哎呦 完结算了吧 太长了 就这样吧 我们明天再更新